好 在周末之前我们要来看一个在法国创造七亿票房的片子 这个片子究竟是讲什么 它不是教中教校 它讲的是很多人在生活经验里面忍不住的一个态度 就是节俭 节俭到了头呢 我们一般人都会说是小气鬼或者是吝啬 为什么在法国这一点会击中人心 那是因为一个一路小气一路恋色的人 忽然在人生里面遭遇了让他无法再继续这么保护自己的重大变数 在十字路口上他该如何抉择 这个铁公鸡从片子一开始到最后都深受人喜爱 或许就是击中了我们很多人不为人知 人性里面的那个小小缺陷 每个人应该都有休闲嗜好 那跑银行算是一种兴趣吗 这部法国大卖七亿新台币的爆笑喜剧 主角的嗜好就是跑银行 但不是赶三点半个支票 而是天天存款零头金格又增加了几毛钱 就算只是多个三毛他都知道 对于三毛欧元也就是一块台币也斤斤计较 您快动不掉还是佩服他 电影主角寄出各式各样的空门招数 有对他五体投地了吗 当然客情客浅不是因为赚的少 主角冯索瓦事业有成 是某交响乐团的首席 而首席他可以破天荒以十二分钟 演奏完将近一小时的维瓦地名曲《四季》 这是为了要赶回家关灯关水塔 不过冯索瓦身边最近出现两号人物 让他坚持了一辈子的空门人生 岌岌可危 约会是很花钱的 只是乐团新来的大提琴家 杀得他心花怒放 接着某天晚上 家里又来了个不速之客 为了省钱买过其34年特价保险套 女儿现在找上门 她该如何死守那道门把 都舍不得装的抠门呢 女儿是亲情 心仪女孩是爱情 但小气成习惯 心门都给关起来 成天疑神疑鬼 恋瑟花招一路让人笑破肚皮 然而这两个女孩却都听说 一毛不拔的冯索瓦 是个慷慨仁慈的大善人 而这两个情感的羁绊 但能否让主角敞开胸怀学习到 牺牲奉献的精神呢 冯索瓦 我让你都要求 无论您是叹气还是折服 穷酸亦祸节俭 一念之差 冯索瓦的天人交战 在捧腹大笑之余 也是金钱关与价值观的 有趣思辨 天别新闻综合报告